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雪中焊刀行中 剑神李纯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说天不生我李纯刚 剑道万古无常也 这句话说的是真够大的 不过李纯刚以他在剑道上的修为 他当得起这句话 或许五代十国时期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也可以这么说 他可以说天不生我朱温 剑道万古如常也 不过这里的剑应该是人至剑则无敌的那个剑 朱温就是那个睡自己儿媳妇又被自己儿子杀起的一代剑皇 有一种说法 说朱家是前后两皇帝 中间一圣人 前后两皇帝指的就是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 以及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而中间的那一个圣人呢 指的就是理学大师朱熹 巧得很 在朱熹的《诸子与类》中也曾经收录了这样一句话 说天不生种泥 则万古如常也 不过这句话呢 并不是朱熹说的 朱熹还特别著名 这句话呢 可能是某位南宋的书生在蜀道的客栈中 留在客栈的墙壁上的 朱熹只是觉得这两句话说的很好 于是就收录在了自己的著作中 这里说的仲泥当然指的就是孔子 在以前的视频中呢 我曾经说过 《雪中汗刀行》这部剧中很多的人名甚至是事件 在历史上都是有出处的 虽然说历史上的情况和剧中的呈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还是就这样出现了 比如说大家已经知道的王先知 赵皇朝 王阳明等等 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恐怕要问作者本人了 也许他只是高兴这么做 或者他是想让你知道这些人跟他都很熟 这些人物呢 在上一期我说过一些 随着剧情的发展 又出了很多新的人物 比如说徐龙相的师父赵熹团 他在历史上的出处呢 应该是宋朝时期的陈团老祖 陈团老祖曾被宋太宗赐名为西夷先生 这恐怕就是赵熹团这个名字的由来 陈团老祖最大的特点呢 有两个 一个是寿命长 第二个就是特别能睡 这两点呢 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 大家想想 如果上天给你120年的寿命 但是让你睡80年 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接受这个offer 还有一个人物呢 就是徐凤年收服的那个穷酸书生 叫陈希良 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出处呢 是北宋初年的一位名臣 也叫陈希良 不过是希望的西 陈希良是苏东坡刚刚进入仕途 做凤翔签盼的时候的顶头上司 当时他是当地的太守 苏东坡呢 性格豪放 不拘小节 而陈希良呢 又是性格严谨 不苟言笑 这两个人个性不合 所以呢 上下级关系呢 出的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陈希良确实也是稀才爱才 慢慢的呢 苏东坡也就了解了陈希良的为人 陈希良对苏东坡的才华和性格也是更加的了解 其实两个人最早呢 不过都是君子之争 双方都并没有什么恶意 后来苏东坡还与陈希良的儿子陈操陈继长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陈继长大家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即使是忘了他 他的妻子大家应该也会记得 陈继长的妻子出身于河东柳家 河东柳家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有一次苏东坡约陈继长一起喝酒 陈继长本来是满口答应 说要与苏东坡喝个通宵 没想到这话让帐幕外的他的妻子听到了 他的妻子一声怒吼 陈继长马上就改口 说不行了 这件事呢 被苏东坡记载在了他的一首诗中 其中呢 有这样几句 龙秋居士亦可怜 谈笑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 主杖落手 心茫然 河东狮吼这个成语也就由此而来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天不生我李纯刚见到万古长如夜这句话以外 在这部剧的原著的书中还曾经出现了一句话 也是有出处的 这句话呢 是王先知说的 不过王先知这次夸的并不是自己 自称为天下第二的王先知 看来确实是比较谦虚 他这句话夸的是号称天下第三的曹长青 说曹长青的天象气魄 他占了八分 这句话呢 也是有出处的 他出自于南北朝时期山水派师的鼻祖谢灵韵 谢灵韵是这么说的 说天下财共一旦 曹子健独占八斗 我占一斗 其余人共分一斗 这句话呢 说的比较文言 所以呢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意思就是天下的财子中 曹子健第一 我第二 活着的财子中 我第一 这下大家应该就明白谢灵韵夸的到底是谁 是他呢 是他呢 还是他呢 谢灵韵这个人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 但是他有一个很伟大的爷爷 叫谢璇 就是在肥水之战中前线指挥作战的谢璇 谢安的侄子 他们都是出身于陈俊的谢氏 在南北朝的一段时期内 可以说是与狼牙王室并驾齐驱的一个大家族 所谓旧时王谢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谢 就是指了陈俊谢氏 陈俊谢氏与狼牙王室呢 经常的通婚 谢灵韵的母亲就是王羲之的外孙女 李白呢 还曾经写过一首诗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燕 对此可以憨高楼 彭来文章见安谷 中间小谢又轻发 聚怀异性壮思飞 遇上青天蓝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顺意 明朝散发弄扁周 这首诗中提到的小谢与谢灵韵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关系 这里指的是小谢 谢灵韵是大谢 历史上确实有大谢与小谢 他们都是山水师派的重要人物 大谢谢灵韵是山水师派的鼻祖开创者 小谢 谢条 是山水师派的继承和发展者 李白这里提到的就是小谢 谢条 但是呢 他们都是出身于陈俊谢氏 谢灵韵的这句话 后来经过演变就成了一句成语 叫财高八斗 而这位财高八斗的财子曹子健 就是历史上的曹直 所以曹长青在历史上的出处 应该就是归在这位曹直身上 一提到曹直 大家很快就会想到那首诗《七部诗》 在去年的11月份 特斯拉的总裁曾经在推特上发表了这首诗 当时是引起了一时的华人 大家都不知道他发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懂中文的外国朋友们来说 更是一头雾水 好在呢 有伟大神奇的Google翻译器 经过Google翻译以后 那些不懂中文的朋友们终于明白了发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个菜谱 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曹直所作 这一点还真的很难说 首先说这首诗的出处 这首诗的出处只有一处 就是南北朝时期刘宋的皇族刘义庆主持编撰的《诗说西语》 这部书可以说是一本笔记题小说 记录的是汉近以来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它并不是一本正史 也就是说只有《诗说西语》中记载这首诗是曹直所作 并没有其他的史书作为佐证 这一点呢 从历史学角度来说就叫做孤正 可信度是大大的降低 况且《诗说西语》也并不是一本正史 在曹直自己汇编的曹直文集 以及后来他的侄子 也就是魏明帝曹蕊帮他重新整理的文集中 并没有其不诗 而在《三国两进》这一百来年间 也没有任何关于这首诗的记载 照理来说 像《七部诗》这样一首故事性很强 而且创作背景又非常吸引人的作品 不至于在两进期间居然是无人听闻 而且从逻辑上讲 曹丕如果真的想杀曹直的话 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又怎么可能因为曹直的一首诗而改变主意呢 难道他是第一天知道曹直是他的亲弟弟吗 再有呢 是关于这个数字七 中国古人呢 经常用的数字并不是七 而更多的用的是三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三思而后行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或者呢 是三的倍数 比如说九 十二 三十六 八十一 这些数字呢 我们经常可以在古书中看到 而七这个数字呢 古人用的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这首诗真的出自于中国本土的话 那么说成是六部诗或者是九部诗 似乎更加符合古人运用数字的习惯 所以这就难怪很多专家对此提出质疑 比如说陈音雀先生 陈音雀先生就认为这首诗呢 有很强的异域文化的色彩在里面 指的就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文化 根据汉宪帝时期翻译的佛经里面呢 就提到 佛陀从他的母亲幼类出生以后 行七步 举手而言 天上 地下 唯我独尊 众身皆苦 无当安之 而且很多佛经中都把主道作为人在人世间经历的苦难 而主道的铁斧也被形容为了人间大斧 就是指人世间的这个苦难之地 而关于疑伏主道这样的比喻呢 是始建于西晋时期翻译的佛经 所以呢 很有可能是西晋后的某一位诗人写了这首诗 后来又附会到了曹职的身上 那么刘依庆为什么要编排这样的故事呢 我想呢 这和刘宋时期的扁曹运动有关系 曹操呢 现在在人们心目中已经被定性为 名为汉象 实为汉贼 是一个负面人物 但是在历史上 在三国志中呈现的并不是这样的形象 只是大家看多了三国演义 所以才会造成现在的印象 而最早开始黑化曹操的就是始自于刘宋时期 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刘宇创立的那个刘宋政权 刘宇本人就是汉朝皇室的后裔 刘一庆也是 所以他们扁曹就非常的自然 从刘宋开始 后来到了唐宋 曹操的形象呢 是越来越黑 最后是到了明朝 到了罗冠中的笔下 曹操就算是彻底定了形了 那么刘一庆为什么会贬低曹丕而抬高曹植呢 这个说起来呢 就与曹操在选择谁继承他的王位 这件事情上的一番波折很有关系 曹操最终的议定的继承人并不是曹丕 也不是曹直 而是他们的大哥曹昂 曹昂呢 是曹操的一个小妾刘夫人所生之子 刘夫人出身低微 为曹操生下了一儿一女以后呢 不久就过世了 在他生前与曹操的正史夫人丁夫人相交甚密 所以呢 他就把自己的儿子曹昂以及一个女儿托付给了丁夫人 丁夫人是曹操的原配夫人 但是呢 一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得到曹昂以后 他真可以说是视为己出 对曹昂以及曹昂的妹妹是倾注了他所有的母爱 曹操呢 对他的这个长子曹昂 现在呢 应该算是敌长子了 因为他已经被丁夫人所收养 也是非常的喜爱 可以说是笃定的王位的继承人 但是后来就出了岔子 曹操在收服张秀以后又犯了老毛病 他看上了张秀的婶子邹氏 张秀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 所以就突然起兵 发动了兵变 曹操还在温柔乡中为家提防 只好仓皇出逃 他的战马绝影也被射伤 就在这危急关头 是他的儿子曹昂把自己的马让出来 让曹操骑走 而且自己呢 又步行断后 最后曹昂与曹操的侄子曹子安以及大将典威都为掩护曹操出逃 而当场战死 这件事情呢 丁夫人对曹操是心怀怨言 认为就是因为他沾花惹草 最后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 他曾经问过曹操 儿子就这样死了 难道你就一点不心疼吗 曹操呢 也不是不心疼 不过呢 他毕竟有二十多个儿子 慢慢的他也就变得淡漠了 而丁夫人却难以释怀 他一直怀念自己的儿子曹昂 后来可能是夫妻二人发生了争吵 丁夫人一怒之下就回到了娘家 过了一段时间 曹操顾念夫妻之间的感情 又去丁府去探望丁夫人 当时曹操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丁夫的人都忙不迭的出来迎接 唯独丁夫人仍然在那里织布 头都不抬一下 曹操呢 走过去拍着丁夫人的后背 说你还好吗 咱们回府吧 但是丁夫人对他是不理不睬 曹操讨了个没趣 临走的时候呢 还回头看着丁夫人 说难道就这样了吗 难道就不能复合吗 但是丁夫人仍然是一语不发 曹操回去以后 无奈之下就写了一份修书 并且告诉丁家的人 让丁氏改嫁 但是楚天之下 谁敢娶曹操的原配夫人呢 再以后曹操就把以前的妾使辩氏夫人扶为了正氏夫人 辩氏夫人生有四子 分别是曹丕 曹张 曹直与曹雄 曹雄呢 很早就过世了 曹张就是我提过的那个黄须儿 也就是剧中的黄满儿徐龙相的出处 曹张有勇无毛 也基本上退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角株 只剩下了曹丕和曹直 其实啊 除了大哥曹昂以外 曹操还有一个义中的继承人 就是我们熟悉的神童曹冲 曹冲是曹操的妾使环夫人所生 从小是聪颖过人 而且还特别的人意 所以呢 深得曹操的喜爱 曹冲称相 这个故事呢 大家是耳熟能详 但是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还真的是很有争议 不过咱们只有以后再说了 这也算是我在2022年挖的第一个坑 命名为2022号 曹操最初是很喜欢曹直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竟然把王位传给了曹丕呢 曹操并不是特别喜欢曹丕 比如说在曹冲去世的时候 曹操非常的悲伤 这时候曹丕过来安慰 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没想到曹操却说 冲儿之死对我来说是不幸 对你来说可是幸事啊 意思就是说冲儿死了 你就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这样不留面子的说曹丕 可见曹操对他这个儿子确实不是特别喜欢 那么最终为什么曹丕能胜出呢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曹直自身书生义气太浓 而且经常是喝酒误事 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人 是一个大诗人 但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 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 但实际上是这样 曹操选择曹匹作为继承人而舍弃了曹直 与其说他是在两个皇子之间做选择 倒不如说他是在将来的天下是姓曹还是继续姓刘 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选择 因为曹直有明显的亲汉的形象 曹直的妻子姓崔 是崔衍的侄女 崔衍呢 我以前讲过 就是曹操在会见匈奴使者的时候坐在曹操位置上假扮曹操的那个大帅哥崔衍 崔衍后来呢 还是因为一件小事情被曹操所杀 关键还是因为崔衍身上也有着亲汉的倾向 他还是想继续做汉臣 他虽然忠于曹操 但是呢并不希望曹操篡汉 曹操杀了崔衍以后 又找了一个理由 杀死了曹直的妻子崔氏 找的理由也是非常的牵强 在一次典礼中 曹操责怪崔氏衣着过于华丽 就因这个理由 竟然把他给杀了 曹操一向以简朴著称 他的妻子也不可能衣着怎么华丽 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曹操杀曹操之妻 实际上也是做给曹操看的 让曹操打消这个亲汉的念头 真正让曹操最终失去继承权的是一次被称作司马文事件 说的是曹操责怪曹操欲制在司马门持马 所以就彻底打消了扶曹操上位的念头 所谓司马门就是皇宫的外宫门 再往里就是金门 就是皇宫的内宫门 进了金门就可以见到皇帝汉宪帝了 曹操真的是责怪曹操欲制吗 曹操自己欲制了无数次了 他欲制剑阅都成习惯了 怎么可能因为欲制这点小事而剥夺曹操的继承权呢 其实曹操最在意的并不是司马门 而是在意曹操进入了金门 见到了汉宪帝 二人之间还有过一番密谈 所以曹操认定了曹操不适合做他的继承人 这也就是曹操最终被拼出在外的原因 还有一次是曹操命令曹操亲率大军去攻打关羽 但是临出发前曹操作为主帅却喝得酩酊大醉 这点呢也引起了曹操的大不快 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就是一个书生不堪大用 但曹操能够任命曹操作为主帅带兵出征 肯定是对曹操的能力有一番认可的 曹操一向是有识人之名 他不会轻率的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没有能力的儿子 而曹操呢我们只知道曹操诗写的好 其实曹操也是有武功的 他常年跟随着曹操东征西讨 而且作为王子武学也应该是他的必修课 曹操在自己的诗里也赞颂过自己的文质武功 所以曹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弱书生 他之所以喝的酩酊大醉 其实可能原因很简单 并不是他不够自律 可能只是他不愿意 他是故意喝醉的 作为曹操的儿子 世人都认为曹操应该历经屠治继承王位做一番大事业 这才对得起他的王子的身份和他身上具有的才华 但是有人问过曹操是怎么想的呢 也许他并不想追求这些尘世间的你争我斗 他想的就是一种灵性上的升华 他也许就是想做一个浪浪漫漫的诗人 想众人皆罪我独醒 举世皆拙我独清 想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 既然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 那么又何必用一个世俗的价值观来约束自己呢 成功也好失败也好 这个标准到底是由谁来定 是由自己呢还是由别人 如果是由别人的话 那自己又何必的消足势旅的去适应呢 即使最终被世人定性为一事无成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你毕竟拥有了属于你自己的千山万水 或许几千年前的曹植就是这么想的 千年以后血中汗刀行的曹长青 也从以前的齐代昭 一位骑士一位儒士成为了一名天象级的武者 他又让自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滚滚着流之中 这对于他来说 稀哉 庆哉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